HELLO EVERYONE 这里是VIROS 好久不见 在现在这一种只要你短暂的脱离空瓢房一会儿 就会浑身长满边糟的一个痛苦不堪的天气 现在还有观众朋友要我分享一点比较平价的牛仔裤 行 你真行 来来来来来来 你要的牛仔裤在这里 就在这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夏天会不会选择牛仔裤这种单品 反正我个人的话我是会穿 但是我一般是只有知道我要去的目的地的它那个地方是有荣耀供应之后我才会穿 没办法 牛仔裤这种单品就是会自带一点闷热感 7月份有一些地区在熬一熬就要到秋天了 所以本期视频虽然我发布时间是在盛夏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也可以把这期视频当做一个初秋的裤装分享 本期视频要分享的这几条裤子 评价是它们比较关键的共同点 其他的就是它们各有特点的版型还有造型 都是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牛仔单品 by the way 视频的评论区有一点小东西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积极参加一下 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的废话 直接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 那首先第一件单品就是这一条军绿色的牛仔裤 来自我经常在观众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提到的一个品牌叫做FDM 它这条裤子整体的一个版型就是这种比较修身略微喇叭的感觉 107的裤长我本来预计会有点小堆叠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高要穿着 实际上推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 各位看到这一个上次效果应该也知道 FDM它的裤长单品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受容群体 也就是瘦高的哥们 但凡你的腿围稍微再大那么一点点 你就会穿不进去它的裤子 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它的品牌特色吧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调型 裤子的表面有很明显的随体做就处理 领略的有一种Unsound Rest的 vibe 既然都提到了Unsound Rest 那我们的搭配方向就可以往他们那边靠一下 就是这种CleanFit之中融合了一点先锋的元素 也是出场式 不知道这种搭配方式符合这个标准 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当然啊!破洞还有中水洗这种比较内傻的元素 并不是每个观众朋友们都能接受的 那肯定也会有这种比较适合咱这种低调小男生的简便兜仔裤 换糖不换药啊 依然是这种比较修身VR的版型 不过这条的裤长要长了不少 配上裤脚触胶的堆叠啊 这肯定跟两个筷子似的长就完事了 很厉害啊 这条裤子又是一个竹竿哥特供 不过虽然紧 但是因为它这个面料是这种有弹性的牛仔裤 所以其实算是体验还算不错 不会感觉勒 随起做的也比较自然 之后是细节的处理 还有辅料啥的也都比较到位 它造型可能会比较常规基础一些 但是纵观其他方面 其实它已经算是一条蛮合格的牛仔裤了 肌肉哥有肌肉哥的CleanFit vibe 肌肉哥有属于自己的一种分制风格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前面给各位分享的蓝蓝条牛仔裤 可能它们的版型局限性会比较高一些 各位别急啊 接下来就是两条版型会比较适合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牛仔裤了 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一个随喜看着就不简单的蓝牛 与现在铺莲盖地的偏修身为蓝牛相比 这一条的Wesley微宽松直筒版型 我觉得会更适配大部分的衣服 搭配难度会比较低一些 不过这裤长还是有点不太友好 各位看这个堆叠应该也能够感受到 现在这些口袋的牛仔裤对于身高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真的都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不过裤子的造型是挺不错的 口袋处的散电水起 与整体比较自然的纹路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 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觉效果 侧边的拉电口袋 背后绿型精致的刺袖 还有裤脚的破坏设计 都让这条裤子整体的散热效果 跟那些Clean道图的牛仔裤有着很明显的区分 简单搭建水起梯 挂点小配色跟一个小包 就有点鼎鼎的感觉了 随便穿都能穿出效果 比前面一样 我觉得总会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比较喜欢这种简约朴素的 比较第二点的单品 那这条十分基础简约的黑牛 我相信就可以满足各位的要求 观众这种的版型 还有这淡淡的水起素 基本可以算是我前面提到的Clean到头的裤装单品 不过值得一提 它的面料十分的柔软 摸起来有点柔感 不会磨皮肤 还挺舒服的 然后在侧边还有一条缝线 这个设计也让它多了一些小细节 说实话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过于Clean的搭配 所以我就加了一件针织背心做一点缀 综合了一下裤装和内达的简约 感觉就是一套比较标准的夏季氛围感搭配 就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最后一部分 就来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回收一下 我标题里面提到的150块平TRO的这个东西 咱们抛开配色还有一些0.3的东西不谈 这个外形乍那么一看 是不是有点像Rick Owens 23SS的那条短裤呢 它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个幻市商品牌UR的 然后我的购物价格是150元 这条的版型呢 该说不说是有那么一点奇怪的 60多的裤长 还有这比较宽大的腿尾与腰尾 是十分标准的六分扩腿A字短扩造型 但是因为这个面料很软 所以这整条裤子呢 其实动起来是会有那么一点飘逸的 版型并不是很硬 这种版型的裤子虽然设计效果很独特 但是对于身高的要求呢 是会比较高那么一些的 因为顾膝盖过得有点太多了 所以稍微不慎呢 可能就会看着跟约德尔一样 但是别的不多说 150块的单品呢 能有这侧边两颗未挺对的大火带造型 还有边缘这些像模像样的破坏设计 我真的觉得性价比太高了 而且UR作为一张国内的服装巨头 做工用料这方面肯定也是没什么好说的 搭配风格的话呢 可以往复古街头风奈挂去 在裤子造型加持下 上妆只要随便带点 街头元素基本上就可以很好的出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单品 快时商品牌呢 虽然经常招人诟病 但是在现在这种同类型的单品 我才要卖个三四百 而快时商品牌呢 只要一两百 并且做工设计 有时候还要更倡一层楼的一个混沌环境之下 我觉得其实穿上快时商品牌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条裤子呢我还是挺推荐给各位的 OK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麻烦一键三连支持我一下 或者说点个赞再走 就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呢 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单品 这期视频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7月底更新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一期夏天的配饰分享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